1945年7月30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命令 鉴于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无条件投降 美军可在8月3日以后 立即在日本的广岛 小仓 新西和长崎 这四城市选择一个目标 投掷特种炸弹 8月6号 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投到了广岛 8月9号 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投到了长崎 两次原子弹爆炸 共造成数十万人伤亡 而此时战局已定 是什么原因让胜利在望的美军 居然使用这种死神武器呢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美国人迫切希望那些 在太平洋战场上侥幸存活的美军 尽可能多地返回故乡 然而通过研究与日本进行了一场 登陆战役的损失情况 美国得出一个惊人的数字 对日本本土作战 美军将不得不付出伤亡达 一百万人的代价 而这场给美军带来强烈恐怖震撼的登陆战役 就是冲绳岛登陆战役 那么在这场战役中 美日之间究竟爆发了一场怎样的恶战 1945年3月 已经夺取了塞班岛 硫磺岛等日本外围据点的盟军部队 终于打到了日本的大门口 数十万盟军将士 在美军斯普罗恩斯海军上将指挥的 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 和英国第57特混舰队的支援下 准备攻占离日本九州 近350海里的琉球群岛 琉球群岛由140多个火山岛组成 其中冲绳岛就在其中 冲绳群岛在琉球群岛中 位置居中 距日本本土340海里 主导冲绳岛面积 1256平方公里 人口当时为46万人 该岛对日本来说 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它与硫磺岛共同组成了 日本本土南面海域上的门户 素有日本国门之称 随着美军占领菲律宾湾 对日本来说 冲绳岛如果失守 日本本土的制海权 制空权都会化为泡影 其通往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 也将被彻底切断 1944年10月 罗斯福下达了攻占冲绳岛的指令 并于1945年2月9日 批准了具体的登陆计划 美军极为重视这次战役 拟定的作战计划书以敦解 而调动的参战兵力 几乎包括了太平洋战区 所属的全部盟国陆海军 投入的总兵力达54.8万人 此次行动 美军共计出动航空母舰34艘 战略舰22艘 其他作战舰320艘 辅助性舰船1139艘 舰载机2108架 对此 英国观察员称此意为 美国两系兵力尚未承担过的 最大的最复杂的计划 美军将冲绳战役 命名的代号为冰山 一级此意 美军出动的庞大兵力 仅为总体实力的冰山一角 王牌之师尚已末在海面之下 带到进攻日本本土时才亮相 同样 日本方面亦非常重视冲绳驿战 3月20日 日本大本营在新的训练中指出 冲绳岛是防守日本本土的关键 日本大本营强调 应与海上歼面进攻冲绳的大部分美军 冲绳地面防卫部队 应阻止参与的登陆敌军 获得基地 以使天号作战得以顺利执行 一句话概括日本的此次行动 就是用脑袋去撞击登陆的美军舰支 面对日军这种不要命的进攻 盟军又将作何部署呢 美军将登陆日期最后确定为1945年4月1日 他们认为冲绳岛距离日本本土较近 必定会遇到日军航空兵的全力反击 尤其是自杀飞机的拼死撞击 尽管这些自杀飞机并不足以改变战役的最后结局 但不可否认对于美军的威胁是巨大的 因此美军计划在登陆之前先以航空兵对日本本土 琉球群岛和台湾等地的日军航空基地进行大规模突击 以尽可能削弱其航空兵的力量 从3月9日开始 美军开始用B-29对日本本土和航空基地进行轰炸 且美国为提高轰炸效果 将原来采取的白天高空精准轰炸战术 改为夜间低空轰炸 并拆除了B-29上除尾炮以外所有机材武器 就这样使B-29的载弹量增至7吨 而且全部使用燃烧弹 燃烧弹能够迅速引起火灾 当晚334架B-29轰炸机掠过东京上空 一夜之间便投下了近2000吨的燃烧弹 东京变成了一片火海 这次燃烧弹袭击一共丧生的日本平民约8.3万人 更有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随后美军又以同样战术 对日本各大城市进行轰炸 至3月19日 美军共出动B-29约1600架次 投掷燃烧弹近1万吨 大大打击了日本本土的有生力量 与此同时 美军也在为冲绳战役做着准备 3月26日凌晨4时 美军戴约少将的第51特混编队第一大队开始炮击冲绳岛 提亮后 美军航空大队又开始对冲绳诸岛进行全方位的轰炸 着重轰炸岛屿上的日军机场以及海滩上的防御工事等等 为进一步攻取冲绳群岛 美军扫雷剑日夜不休的将接近冲绳岛航道中的水雷清扫干净 自3月29日 美军已基本扫除冲绳群岛的水雷威胁 美军的战列舰 巡洋舰 甚至已经可以在距冲绳岛很近的距离进行精准射击 直到全部准备就绪4月1日 美军的登陆正式开始 下午4时 美军炮火支援编队的军舰随即开始射击 掩护登陆部队强滩上岸 八时 美陆战第六时 第十一时 步兵第七时 第九十六时 在冲绳岛西海岸 从北到南约9公里地段登陆 四路大军各自分为8个登陆波 列城方阵浩浩荡荡的向白沙滩头压上去 八时32分传来 第一波已经抢滩的报告 时时 传来加首纳机场和独谷机场已落入美军之手的街报 这样的登陆过程 简直像是和平时期的一次演练 登陆的美军士兵都不约而同地问 日军在哪里 下午十四时 美军已占领了绝大部分的海岸线 日军的不抵抗 令登陆的美军士兵深感意外 美军上至主帅特纳 吓到普通士兵 对日军的神秘消失大为不解 而以往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每一次岛屿登陆战 都会遭到日军顽强的火力抵抗 美军顺利的登陆一直持续至6日 仍不见日军有任何动作 美军大批坦克火炮如入无人之境 4日 美军顺利的占领冲绳岛中部地区 该岛拦腰切断 致使日军防线一分为二 美国原计划15天完成的任务 节用4天就顺利实践了 美军就那么容易地获得了冲绳岛战役的胜利了吗 日本人真的打算放弃冲绳吗 当然不可能 看到美军登陆部队 势如破竹地向前推进 日本军部大本营却坐不住了 他们制定了一份保卫冲绳岛的作战计划 以一层整一与还禅两位海军中将指挥第二舰队 以及神风特攻队 突入冲绳海域 向美军舰队做自杀性进攻 从而侧面支援冲绳岛 与此同时 日本军部决定利用国民的宗教心理和疯狂爱国精神 在空军中组织菊水特攻队 驾驶满载炸弹的飞机 采取与敌舰同归于尽的方式 直接冲撞敌舰 这些被50岛毒化的年轻飞行员抱着 一起换一舰名传千秋的观念 同美国水面舰艇展开殊死搏斗 此外 日军方便为了进一步保卫冲绳岛 4月6日 日本海军的超级战略舰大河号 由巡洋舰10省号开路 8艘驱逐舰紧随 由九州海岸南下冲绳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一支特攻舰队 没有任何空中掩护 油料只够单程 但他们仍高唱着樱花歌 奔向战场 7日晨 美军发现了大河号舰队的行踪 为避免日军先发制人 美军立即对其做了部署 40多架美军战机穿过低厚云层 和火网冲向大河号 由于缺少有效的空中掩护 一枚鱼雷和两枚重型炸弹命中大河号 不久美军的第二批第三批飞机接踵而至 大河号连中十一枚鱼雷 终于横倒 两千余名日军官兵与大河号同归于尽 这艘在世界海军史上 无与伦比的巨型战略舰 永不沉没的大河 就这样消失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 大河号陈基令美军大大的兴奋了一阵 但好景不长 从11日下午1时30分开始 日军新一轮的自杀式进攻又开始了 此次偷袭 日军共出动战机392架 其中自杀飞机202架 14时10分 一架架神风特攻机冒着失速坠海的风险 超低空向美军停泊在冲升岛的航母企业号 以及密苏里号战略舰冲去 经过一番激战后 日军的一架特攻机还是掠过企业号 右后方的舰弦撞在舰手下部 机身碎片飞到飞行甲板上 使停在飞机 弹射器上的一架挂好弹的飞机起火爆炸 并在舰上引起大火 日军不要命般的进攻给盟军带来了巨大的伤亡 从4月起到冲城岛战役的结束 日本总共拼凑了2153架次 其中自杀753架次 发动了数百次偷袭 给美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共击沉美军军舰33艘 机伤360余艘 日军飞行员们的疯狂自杀行为 使美国人不寒而离 美军海军中将布朗回忆道 眼睁睁地看着一架架飞机 不顾死活地向你的战线撞来 驾驶员决心 与你一起粉身碎骨 这真是使人周身血液都凝固了 冲生岛战役后期 美国人为了制止日军的自杀攻击行为 在冲生岛设置了16个雷达驱逐舰 警戒上专门对付低空入境的日军 他们还研制一种将鼠群 捣死在他们老巢里的方法 出动了大批舰载机 连续轰炸日机场 争取斩草除根 在日机起飞前将其彻底摧毁 使许多自杀飞机还没来得及起飞 便被摧毁在自己的窝巢里 日本方面 由于飞机和飞天员的损失得不到补充 能够出动的飞机越来越少 日本这种自杀式的偷袭才宣告结束 随着冲生岛外 日军力量的消耗殆尽 一场更大的战争也即将在冲生岛内展开 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又将如何 当海空战斗进行时 路上也开始了惨烈程度 绝不亚于海空的战斗 接着美军在猛烈火力支援下取得突破 日军后撤到下一道防线再死守 如此几次反复 日军防区逐渐缩小 5月31日 美军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 攻入了已是一片废墟的首里城 第十集团军司令巴克纳满心喜悦 以为冲城首府被占领 就意味着战斗即将结束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更残酷的战役还在后面 由岛满率于步后退了约10公里 退到岛南端精心准备的最后防线 这是由两座山峰构成的天然屏障 困兽游动中日的抵抗丝毫没有减弱 甚至有不少日军抱住美军士兵 同归于尽 美军前进每一米都非常艰难 6月21日与大本营诀别 6月23日凌晨4时 日军统帅牛刀满穿着崭新的制服 配挂着勋章用手枪集体自杀 1945年7月2日 美军宣布冲绳岛战役结束 至此冲绳岛血战以美军胜利而告终 这场战役历时三个多月 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 美军在整个战役中伤亡7.5万人 其中死亡1.3万人 损失飞机763架 在海上美军有34艘船被击沉 368艘被击伤 战役结束后 美军没有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 日军在冲绳死亡的军人和平民 总计18.8万人 损失飞机3400架 舰艇20艘 为日本的本土防御争取了时间 1945年4月25日 日军大本营发出一亿特工的口号 号召全体国民人人参加战斗 不惜一意欲碎 而对于美国来说 冲绳战役和前不久进行的硫磺岛战役 使美军无法想象 如果要在日本本土实施登陆 将面对什么样的疯狂抵抗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 促使了美国决定对日动用 刚刚研制成功的原子弹 以争取尽快结束战争 1945年8月9日零时时分 苏联对日宣战几个小时后 早早集结在苏联远东边境一带的 150多万苏联红军越过中苏 中盟边境 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等地的日本关东军 发起了袭击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 苏联红军就风卷残垣般 击溃了号称君皇之花的关东军 日本大美营于8月15日被迫宣布投降 战后数十万关东军缴械投降 他们在中国东北短暂拘押 甄别之后 被陆续分期分批 送往苏联国内的战俘营做苦工 值得一提的是 每个战俘营中都配备着大批苏联女兵 以及女护士 在他们的呵护下 有大约30万的日本战俘死在了战俘营 那些护士做了什么 为何有大量日本人会惨死在苏联 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据苏方统计 整个对日作战中 苏联红军在东北歼灭日军 22个是8万多人 俘虏大约59万3900人 1945年二战胜利后 苏联转入战后的恢复建设时期 由于苏联青壮年男性 在战争中损失过大 人力资源在当时极度匮乏 而滞留在中国的日本战俘成为了苏联人的可使用的对象 1945年11月 首批5000名关东军战俘被苏军押送至坦伯夫州 这些战俘大部分是日本关东军中的高级军官 随身携带了很多好东西 如毛垫 枕头 秋裤 棉裤 甚至照相机等 这自然遭到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 据女士名多尔格瓦回忆 整个城市都被动员起来 我们在火车站等了好几天 小日本刚下火车 就立刻向他们铺去 抢夺他们的东西 只是一会儿 他们就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了 他们将被安置在苏联内务部的战俘营 以及国防部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独立劳动营里 将为苏联人提供无偿劳动 包括从事劳动消耗最大 体力劳动最繁重的行业 有色金属 煤炭 采矿 林业 渔业等 此后 这60万日本战俘陆续来到苏联 大部分战俘被安置到远东和东西伯利亚 少部分被送往欧洲区域 由于铁路和公路交通运力紧张 很多战俘都经历了长途跋涉和公路铁路混合输送 为了安抚日军战俘 苏联人有时会在押运前欺骗日本战俘 说正在把他们通过西伯利亚铁路送回日本国内 以至于在战俘专列经过几天运行 路过了一片汪洋大海时 很多日本人认为已经到了日本海 并即将回国 后来发现取水煮饭时才发现 手中的是淡水 所谓的汪洋其实只是贝加尔湖 他们身处西伯利亚腹地 知道真相后不少日本人坦言 早知是来做苏联苦工 不如当初死在中国 被骗做苦工的日本战俘 将在苏联遭遇怎样的对待呢 苏联负责接受并管理日军战俘的机构 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 最初是为了管理被俘的波兰官兵而设立 负责战俘的生活起居 劳动培训 劳动分配 以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 战俘营周围通常会被两到三层的木头栏杆和带测的铁丝网围起来 在其前后 两到三米又布满了两层铁栏杆 这中间的土地都被挖掘或撒上沙子 这是为了让逃跑的人能留下脚印 并且通常的收容所四角都有瞭望台 24小时都有拿着枪的警卫监视着 夜间也持续照明 军权也在铁丝网旁把守 如此严密的警卫 日本战俘想要逃走 难比登天 即便偶有逃脱 在面对西伯利亚的茫茫荒野 想要活着回到日本 也希望渺茫 最初几乎所有战俘营的管理 都是粗放式的 由于战俘数量太多 苏联地方当局并没有提前做好 接收准备 这导致了当时许多苏联笑话的出现 如上级通知说要押送过来 200个日本人 结果来了400多 崔氏班就做了200人的饭 于是连长命令崔氏班集合说 只要在吃饭前10分钟 端起冲锋枪 另外200个战俘的伙食问题就解决了 战俘进入各劳改所以后 也需要严格按照苏联的规定 先实行 简易隔离和政治审查 为期半个月 包括洗澡消毒 将头发 叶毛等毛发全部剃光 衣服放入干燥炉里 消毒杀菌 接着 战俘们逐一接受 苏方内务和情报机关的讯文 审查 有无反苏反共的劣迹 有的话 就会接受惩罚 除此之外 当时的战俘劳改所中 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 苏联的女兵比男兵更多 有时 比例甚至会达到两倍以上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苏联在二战中 有约2700万人丧生 其中大多是男性 这导致了战俘营中的男女比例失调 这些苏联女兵 对法西斯极端厌恶 所以通常也会让日本战俘干这干那 最让日本战俘难以接受的 就是要为女兵烧水洗澡 由于有男尊女卑的观念 再加上烧洗澡水 更被日本人认定是 下等人才会干的事 不过 即便日本战俘千般不愿意 也不得不这么干 因为如果违抗的话 就会遭遇苏联女兵高强度的皮鞭抽打 营中女兵 大多从事生产建设 同时也充当战俘营中的护士角色 他们每个月会对战俘 例行身体检查 需要注意的是 这可不是善心大发的身体检查 许多日本战俘直到去世 仍对苏联女兵怀有畏惧 他们说 他们当时特别害怕苏联护士 这些护士还会让他们排成四排 拖得一丝不挂 开始检查身体 冬天也是如此 他们先拉起日本战俘大腿上的皮 根据皮肉的厚薄 分成若干个等级 肉最厚的为一等 下月起将进行高强度劳动 皮肉最薄的 下月起将降低劳动强度 给予适量脂肪营养 一些彻底失去劳动力的 就会被遣返回日本 战俘总是希望返回日本 但是大部分苏联女护士 一般都不会做出那样的决定 而是倾向于派更重的活 榨干战俘最后一丝利用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些护士掌握了日本战俘的生杀大权 除此之外 苏联还实施了一种阶梯式的配极制度 完成工作额度的80%的战俘 发放面包250克 大米350克 土豆蔬菜600克 完成工作额度的80%到100%的战俘 发放面包330克 大米450克 土豆蔬菜700克 多劳多得 以此递增 但需要注意 这只会在完成工作室分发 所以几乎所有日本战俘还是在饿肚子 除做苦工 饿肚子外 日本战俘还遭遇了哪些事情 1948年时 苏军也经常用伙食等级 来分化饥饿的日本战俘 一些积极向共产组织靠拢的战俘 会受到特别的关照 苏联劳改局特别重视日本战俘的政治学习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战俘人员 将受到提高伙食标准的奖励 理论学习积极分子将被送到修养房住上10天左右 那里可以穿上清洁的内衣和睡衣 好吃好喝 苏军总参谋部 情报部 海空军的专业情报所 以及国家安全部 克格勃 会从中考察 物色秘密情报员 这些积极分子会优先回国 根据苏联集体后的解密档案 回国后继续为苏联从事情报外围工作 有名有姓的1000人以上 关于回国这件事上 日本战俘们也有误判 1946年起 营州勇传闻苏方可能将他们转交给中国 日本战俘们特别是将军和高级军官们 立刻苦苦哀求苏军代表 无论如何 请不要这么做 他们惧怕中国人的报复 坚决拒绝返回中国 以至于在各战俘营清查战俘人数 并计划释放时 很多人都拒绝离开战俘营 甚至有为此切斧自杀的 但他们很多人都没料到 日本部分高级战犯战俘 在中国天堂般生活待遇 日本战俘在释放回国时 又会遭遇什么事呢 1947年时苏联遣返第一批日服 上船前给配发一个直径30公分的大黑面包 用于航行中火势 日本战俘在码头上与苏方人员一一惜别 满脸泪水纷纷表示感谢苏联对他们这几年来的盛情款待 但上船以后 这些日本战俘又全体把黑面包扔出船外 海面上顿时飘着几千上万个黑面包 场面颇为壮观 你或许会感到奇怪 在经历了如此艰苦的生活 日本战俘为何会扔掉宝贵的面包呢 回国途中又能吃什么呢 原来杰夫船是日本政府派遣的 船上自备食物 在俄的未归国日本战俘后裔 最有名的是俄罗斯自由党的女党首伊里纳库田 她爸爸是日本战俘 也是日本共产党党员 很早被释放 娶了俄罗斯妻子后就此留在苏联 进入苏共中央工作直至退休 一直以来有很多传说中的日本战俘和苏联女人的故事 比如因为男人大量减少 导致苏联女人普遍寂寞 和日本战俘们发生过很多缠绵的故事 事后证明这些都是以讹传讹 像库田父亲这样的只是少数 事实上在60万日本战俘中 只有一百多个日本战俘 娶了苏联女人 此后留在苏联 而回国的日本军人也会在社会上受到孤立 因为日本政府已察觉到苏联对战俘的赤话 所以在国内颁布了防间谍的政策 这些战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难以回归社会 甚至成为一种低下的阶级 可以找到工作 但没有哪家人会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 这就是日本兵的下场 总体而言 日本战俘在苏联被奴役的历史长达十年之久 苏联劳改局曾发布官方报告 里面严重赞美日本人 认为他们遵守纪律 作风严谨 吃苦耐劳 品质优良 是最好的劳动力 当然这抹写报告的目的 是为了要求尽量拖延遣返这批战俘 许多日本士兵由于所谓武士道德尊严 至今仍认为被苏联运往国内时是非法拘留 自己并不是战俘 在苏联记载中 没有日本战俘在苏联受到虐待 但由于极寒天气和粮食匮乏 自1945年到1946年冬天 共有55000名日本战俘死亡 面对苏联人的闪烁其词 日本则称 60万战俘中 光确认死亡数就有20多万人 除去几十万生死不明的日本战俘 真正返乡的只是少数 曾有德国和日本的战俘 在一个劳改营里干活 开饭的时候 德国人仗着人高马大 去抢日本人的土豆 然后被看守发现 拖出去殴打 并教育 你们都是平等的 而去当年 被视同日本战俘 同样关押在战俘营里的 韦满洲贵族和高官回忆 他们跟溥仪一块 关在苏联的日子 日子苦啊 饿 谁都吃不饱 老远看见个马分蛋子 都要扑过去 心想万一是个烧糊了的土豆呢 如此窘境让人唏嘘 苏联或许是战犯最好的归宿